无论时代怎么变迁 汉奸都是人类最深恶痛绝的词汇 这类人背叛祖国之后 遭遇无言呆在故土 只能前往异国他乡定居 他们的后人生活又如何了呢 有这样一位汉奸的后裔 借着父亲昧着良心积攒下来的财富 成功踏入了政坛 当上总统之后 立马选择跟中国断交 只为了得到英美的支持 眼看着要面临挽国危机了 欧美国家却视而不见 走投无路的他 又舔着脸跑了中国球员 自求打脸的迷幻操作 让人实在是有些无法理解 他就是基里巴斯第五任总统汤安诺 本期节目咱们就来讲一讲 他是如何惨遭打脸的 基里巴斯这个国家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 说位于太平 听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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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